我就说长月静明断更会出事吧 罗云西这下被扒的就只剩裤衩了 不花一分钱就把罗云西看了99% 这些罗云西看了之后都得大喊救命 让优酷赶紧加更 再这样扒下去 估计马上连裤衩都不剩了 然而神经病们远不止于此 还扒出了更多有关罗云西的黑历史 比如罗云西的微博小号 虽然现在已经不用了 但是看他十几年前发布过的内容 足以看得出来 他真的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 粉丝也评价罗云西的微博小号 素质高精神稳定 而且白龙也说过 罗云西的脾气很好 跟他一起打游戏的时候 从来都不骂人 我骂人吗 我打游戏的时候 你确实跟我打游戏的时候不骂 我还问过你怎么打游戏不骂人 网友巴不完 根本巴不完 罗云西和佛龙飞 他们两个早期也组过双人男团 大家好我们是双子JL 公司成立这个组合 想成为中国版的杰尼斯 因为罗云西练了十年的芭蕾 而佛龙飞从小就跳街舞 于是公司就主打双生子 有各有不同的概念 而且他们真的会大大方方营业 每当有一个罗云西被考古 就会有一个佛龙飞被伤害 不得不说 这哥俩还是挺单单的 罗云西跟他一起跳的 江南斯蒂尔和Trouble Maker 这舞姿放在现在 也是相当炸烈的存在 罗云西删不完 根本删不完 连MV的主题都是笑霸 帮受欺负的眼镜男变身 甚至还霸道了 罗云西和佛龙飞拍过的吻戏 模仿了秘密花园的经典桥段 我看这真的是扒不到头了 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看到 他们再次合体 知道罗云西会唱 但没想到他竟然这么会唱 考古到他全开麦的大鱼现场 真的有被这段吻唱经验到 纯净温柔的声线 唱出了这首歌满满的故事感 于是就有网友评论说 像是名叶在海里的悲鸣 不得不说你们真是懂刀人的 还发现罗云西早期的对口闲视频 果然没有一个梗是他落下的 而且罗云西也是个reaction达人 自己看香蜜男女主金金鸣上面 然后渐渐地想起来 自己演的就是润玉 戏经就开始上升了 你想是不是本来就是润玉的媳妇 本来就是润玉的媳妇 然后到了人间和他的兄弟接吻 我天哪这谁受得了 换作是你你能受得了吗 我是受不了的 扎心了老天 当然非常正经的考古也有 而且考古完还发现 罗云西到底是什么小说男主的设定 是隐藏的音游圈大神 自己编曲设计关卡 因为极其考验手速 堪称是地域级别的难度 导致玩家都认为他是个中年宅男大叔 他也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上 经常发一些打游戏的视频 但不得不说 看他打游戏 真的能让人笑清醒了 清冷的脸却安装了炸弹式的嗓门 前一秒信誓淡淡地说 自己已经过关 但谁知道 打脸来得竟然这么快 我跳了 我再跳 我赢了我 我这不就过了吗 过了呀 你说你想要跳 偏偏注定要落脚 玩到最后 气到直接关电脑 你有本事不让我玩 你有本事不让我死 不玩了 不玩了 这什么游戏啊 这谁发明的呀 罗云西的硬笔书法也十分好看 字体还被汉仪字库收录 现在键盘上的汉仪罗云西体 就是罗老师的字 除此之外还学过11年的芭蕾舞 曾获讨礼杯和荷花奖 为游戏人物维克托配音 也获得了不少的称赞 爱游戏会解说 会钢琴 会画画 歌手出道 长得还帅 随便拿出一项 都是妥妥的小说男主 上帝究竟给罗云西 关了哪一扇窗啊 这里有一个那个 我先顶一下 对我先顶一下 然后我再调 你在怀疑 你在怀疑他谁 你把路给我封死了 我怎么走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那我就骑不来了 在回景博的船上 你可是明明是余孤在武汉很干净 我只能跟你走 亲我 哦 哦